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时是怎么拍漆器 以及制作的时候相机在什么位置 还有我用的是哪款相机等等 首先呢,制作的时候 我的相机一般是在我的右肩网上 大概是15公分左右的一个位置 这样其实并不影响我整个操作 当然如果说是在做到比较细致的工艺的时候 比如说像画线条 可能就没有办法认真的去拍摄 只能是选择要么认真拍 要么就是认真的去画线 一般拍摄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不是非常紧要的一些步骤 可以非常轻松的一边拍一边做 当然制作器物的时候 肯定是我们要把器物从桌面上拿起来 那这个时候可以有意识的 把器物尽量拿的靠近相机的镜头做一些 我用的相机呢是富士XT30 所以它是有一块屏幕 在制作的时候我是可以通过屏幕看到 是否有拍到这个被摄物体的 所以我就可以同时一边制作 一边拍摄 一边看着屏幕是否有拍到我想要的画面 我大部分都是用自动挡胶片模式 我这相机因为一直是做漆的时候用 有的时候手上沾点漆 也就弄到了相机上 模式是在菜单里面调 我就一直是摄像模式的胶片模拟 因为这个相机很小嘛 所以我一只手就可以操作开关或者是调曝光的档数 也就是调它的明暗 操作起来都比较方便 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拍摄物呢 是刚做好的六支酒杯 我用到所有的工具都是家里常用的 比如说一个落地灯 一个三脚架 还有拍摄物体 一个相机 一个镜头 以及两张背景纸 一个灰色 一个黑色 当然还有每次拍摄都会在旁边躺着的汤弟弟 相机镜头呢 我就两支 一个是二三的 这支镜头有个好处 就是它比人眼看到的呢 稍微再远一点 所以在拍稍近距离的物体的时候 我不需要离得太远 相机就在我身边 我也能看到拍摄物 还有相机 以及不影响我制作 然后就是一个80的长焦头 有一些细节的图或者是镜头 我会用到这个 但它太重了 所以我其实用的频率也不是特别高 然后在拍摄七七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说 马上脑子里就有一个概念 或者提前就要预想一下我 希望我拍到的是什么 而是更多的是 一边拍一边想 然后把它记录到画面中 最后再来筛选 我们拍摄的影像图片 是否是自己想要的 再PO出来给大家 比如摆放的位置 我也会一直调 以及对焦是在中间 还是左右任何发展的地方 细节想要怎么拍 想要怎么表达 它的一个光是曝光 过曝还是嵌曝 都是一边拍一边调 然后找到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 可以重复拍这一段 或者多停留几秒 以便之后截图 作为图片保存 这里用的是一个黑色的背景板 拍了之后 我觉得好像有点差点什么 所以就拿了瓶酒 然后又把一些木器 以及近期新作的一些片名 都摆过来 看怎么拍比较合适 木器呢 用的是有黑胡桃 还有幼木 都是比较好的木头 然后整木雕刻 再雕刻出刀痕 最后做了一个擦黑漆的工具 放进去之后 明显就感觉不一样 我们再找角度拍一拍 然后换一个斜口的圆盘 这个是擦的深漆 木纹特别漂亮 放在家里当个果盘 或者像我视频中这样 放酒啊酒杯啊收纳的 都是比较好的 当然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画面中每一个部分 都要考虑到 包括角落 像右边角落地毯就露出来了 所以我要一直调整 怎么样能不拍到角落的地毯 调整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画面中 方啊圆啊气物啊亮点啊 这些 我个人觉得 没有特别多需要注意的 就是拍就好了 拍然后选 拍的多选的多 就知道怎么样的更好看 有时候单一的物品会很好看 有时候组合的会很好看 这个没有特别的标准吧 因为我每次拍的视频 气物都不一样 所以大家看我过往的视频也都能知道 有的我会喜欢用长焦头去拍细节 有的呢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场景 当然所有的气物也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木齐拍完之后我来试一下最新做的这个小茶台 这小茶台用的是亚光的一个冷白 这个漆是自己调的 上面特意做了地脉纹 这是近期比较喜欢的一种肌理装饰 所以做的也比较多 底部呢就是用的咖啡渣 咖啡渣的肌理也看个人 你比如如果咖啡是中膜或者粗膜 那它的颗粒就会大一点 那如果是用的比较细的呢 它的肌理就会细一点 如果是大家想用咖啡渣来做这个肌理的话 建议就是过完咖啡渣之后 先干磨不要湿磨 因为咖啡渣的里面它很容易吸收水分 如果吸收水分之后 你再去上一层漆再磨 它容易反反复复的就是胀起来 所以在没有过完最后一层漆之前 我们尽量都干磨不要湿磨 这是最近制作的这个咖啡渣机里的经验 给大家分享 刚刚拍的因为都是组图嘛 所以试一下单独的拍 好像这里有点不是很好看 再换到木盘里面试试 单独拍或者加一个手 这个感觉会更好一些 再来试一下这个大的片里 一面呢是墨绿色 另外一面呢是做的清红图 看看红和绿搭配怎么样 好像拍不出自己想要的那个效果 嗯 再换一个 好像也不是很大 嗯 看来比较素的这样机里呢 其实更适合木器 就做擦漆工艺 看起来会更好一些 那今天的拍摄就到这吧 然后再来试一下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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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